你和我的清晨时光正在扰播 剧中丽志成和林浅交往后虽然一直在撒糖 但也没有停下追查大哥丽志谦的真正死因 就在他的调查毫无进展的时候 被他认定是杀凶仇人的宁维凯 却告诉了他一个惊天大秘密 在最新剧情里 宁维凯因为520而从新宝瑞引咎辞职 却又因为设计师大赛 重新获得了回到新宝瑞的机会 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违背和丽志成许下的诺言 他还特地叫出丽志成一起吃了顿饭 在其间神神秘秘的给了丽志成一个大信封 丽志成回到家后拆开信封 发现宁维凯竟是被自己的哥哥丽志成亲手解雇的 当时丽志谦因为要做本土品牌 得罪了新宝瑞和斯美琪两大公司 意识到自己活不久的他 将计就计 在生命最后一刻 将宁维凯送去了新宝瑞当温达的卧底 这件事他还没来得及告诉丽志成便被害坠将 而宁维凯也因为本是温达设计师的缘故 被人盯得很紧 完全没办法告诉丽志成 自己和他是统一战线的 他依靠520获得了新宝瑞的信任 也得以告诉丽志成自己的真实真份 丽志成顿时明白 宁维凯实际上就是丽志谦留给自己的最后王牌 两个人表面上继续争斗 被地里却一起合作查出了新宝瑞内部的种种阴谋 而且随着这些阴谋浮出水面 丽志成也终于知道了丽志谦的真正死因 宁维凯和丽志成理应外合 拿着充足的证据 一举断掉的新宝瑞 丽志成终于为自己的哥哥报了仇 同时温达缺少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丽志成也终于安心地和林浅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网友们看到这都松了口气 都为编剧的脑洞折服 一开始每个人都认为 宁维凯是坏蛋 一直在弹幕里狂骂他 没想到他才是全剧最厉害的角色 你喜欢宁维凯这个角色吗